再把视线转向日本 据日本最大的电信公司NTT近日日宣布 大约3万名员工可以一直远程上班 需要来公司开会的时候一律算作出差 而这样一个工作方式的改变其背景是什么 就相关的话题马上来连线 正在日本东京的财经频道特别记者李倩文 倩文你好 请给我们介绍一下疫情之后 远程办公的增多会给日本社会带来哪些改变呢 好的情方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东京车站附近的中心商务区 在这一带呢也是聚集了众多的大型日企 那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在我身旁这栋25层楼的建筑啊 就是日本电信巨头NTT的总部大楼了 那近日NTT呢是宣布从下个月开始 将允许大约3万名员工原则上远程办公 不需要到公司上班 那实际上疫情之后啊 NTT呢就推出了远程办公的制度 区别呢是在于之前是疫情下的临时措施 而这一次改革呢却明确把远程办公常态化 来公司反而成为了特例 而如果有必要到公司参加会议处理业务的话 将按照出差的待遇来处理 那无论是居住在日本国内的任何地方 都可以搭乘新干线 甚至是坐飞机来上班 交通费和住宿费啊也是可以全额报销的 那采用这种更加灵活的工作方式 主要呢是为了吸引更多的优秀人才 确保人才的多样化 从而给公司带来新的价值 在日本全面解除防疫重点措施之后 企业的工作方式啊也是出现了分化 那么有的制造类日企呢 是逐步恢复了出勤的制度 而也有一些IT企业呢 是率先将远程办公常态化 从而来提高工作效率 而拥有18万名员工的NTT 迈出工作方式改革的重要一步 预计呢也会给其他日企 在这一问题上的选择带来影响 另一方面随着远程办公人数的增加 不少日企也在逐渐的缩减办公面积 这就使得东京市区中心的办公楼空置率 是维持在近6.4%的高位 是明显高于日本房地产界 衡量办公楼供给过剩的5%基准线 东大于求的情况之下 截至今年5月 东京市区中心的办公楼平均租金 已经是连续22个月下滑 现在呢已经是降到了每平米 约合人民币300元左右 那么今后日企的工作方式 还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我们也将继续保持关注 那以上就是我们从日本东京 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清芳 好的 感谢倩文在东京的报道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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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